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什么材料 材料有 高丽菜叶 四季豆 猪脚肉 香菇 豆皮 还有虾米 酱油 白饭 料理小知识 今天博士要告诉大家的是 高丽菜的营养 高丽菜里含有 维生素 钙 磷 钾 膳食纤维等等的营养素 而且高丽菜吃起来甜甜的 很适合小朋友 里面的钙含量是黄瓜的五倍 番茄的七倍 所以多吃高丽菜 小朋友你可以投好重重喔 首先要先把高丽菜 撕成小片小片的 好 香菇和虾米 要用温水泡软 这样子差不多 好 那四季豆也要撕成小段 小心喔 你看这边 好 四季豆撕成小段 好 那如果香菇泡软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片喔 这是什么菇啊 这是干的香菇 上次我们有讲干香菇跟 新鲜的香菇 干香菇的味道会比较香 你都记得耶 真是不愧是小厨 有遗传到我的聪明 遗传咧 遗传喔 学习到我的聪明 那接下来煮绕肉也要加入酱油 一起搅拌喔 好 好 我们要把蒜头 虾米还有香菇一起炒香 一起炒香 接下来 我们要把酥脚肉里面加入高丽茶 还有四季豆一起搅拌均匀 好 夏师傅交给你了 好 现在就要放到锅子里面一起去拌炒了 好 好 来 好香喔 都是香味对不对 对啊 刚一开始有香菇的味道 现在变成酱油的味道 好 这时候呢 可以加一点点糖来调味一下 好 那我们要加入白饭 好 好香喔 白饭对酱油一点很好吃 而且会蓝的酱油的颜色 嗯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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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粒分明 粒粒分明 差不多炒好了 对耶 好 我分掉 湯师傅 我们不是要做高丽菜寿司吗 对耶 那我们怎么做成高丽菜炒饭呢 哇 大厨怎么办 好 我又准备豆皮啦 喔 喔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那我们要把饭 通通装进去豆皮里面喔 好 好 那怎么做呢 把饭都包进去 你们看 是不是很像豆皮酥司呢 对耶 我们真的很有创意耶 那我们赶快来做吧 好不好 好 赶快来自己装看谁装得最漂亮 最快喔 把这个饭 放进去 撑起来 我快做好了 不要紧张嘛 你一定不可能赢我的 最漂亮就好了 就像我这样满满的 看起来好美味喔 好了 好 集合 哇 我们的高丽菜寿司 完成了 浓浓的酱油香 有肉又有菜 再把它们通通放到豆皮里 让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美味开豆 菜饭好香喔 里面有菜还有肉 很阴仰耶 而且这样带出门真的很方便 大厨你好聪明喔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 这个豆皮酥司到底有多好吃呢 赶快动手做做看吧 亲自快乐做料理 甜蜜幸福在一起 料理甜甜 下次见 拜拜 高丽菜叶撕成小片 虾米用温水泡然 香菇切片 刺激豆折成小段 蒜头 虾米香菇炒香 加入猪脚肉 刺激豆 及高丽菜拌炒 将白饭倒入配料中一起炒熟 再把炒好的高丽菜饭 放进豆皮里就完成咯